来 喂 杉杉 妈 我职业也考过了 已经升职了 现在已经成为会计专员了 这么厉害呀 妈就知道 只要你肯好好的用功念书 没有考不下来的证兆 改天啊 等你回老家了 我让你爸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作为生殖礼物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们省了点花吧 看爷爷需要什么 就买给他吧 那个 妈 我交男朋友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是不是之前来运的 那个小张啊 就是 比他职位高了一点点 不过也算同事吧 不是啊 那个小张看起来挺不错的呀 那 那你现在的男朋友是谁啊 是跟你的背景差不多吗 最主要的是不是跟他们家门当户对啊 怎么不说话了 好 妈问你几句 你还害羞了 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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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个 他呢 比小张职位高那么一点点 是 是 我 你 我们大老板 我们大老板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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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笑我 妈 说话呀 妈 妈 你是不是碰到骗子了 妈 我怎么会连我们大老板都搞不清呢 这也难说 你小时候还认错过妈呢 妈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你就别再提了 我都不记得了 三岁看大 五岁看老 妈 你觉得我连大老板都搞不清楚吗 那我远在老家 我怎么知道啊 好 好吧 好吧 我让他亲自跟你说啊 你别挂啊 你别挂啊 我妈 拜托 你跟他证明一下 你不是骗子 喂 妈 他现在跟你说话啊 先帮我去加点水 大半夜的喝那么多水干嘛 明显是想把我打发出去 不让我听 阿姨 好 来 喝咱们 莎莎他爸 刚才莎莎打电话说 她CPA考过了 还升职当了专员 是吗 咱们女儿可真有出息啊 真好 真好 还说有个男孩子挺喜欢他的 是那个小张 不是 是一个家事挺不错的一个 家事怎么个不错了 就是 就是房子比三三多了那么几栋 薪水比三三高了那么一些 不过不错 父母双亡没有公婆问题 父母双亡还这么有钱 是白手起家 多大岁数了 大概三十左右吧 那肯定是父母留给他的遗产 富二代 不靠服 你让咱们姗姗多考虑一下啊 我说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匠呢 三三只是说有一个男孩子喜欢他 可没说在一起 你别打电话去质问他啊 否则以后三三有啥事都不告诉我了 听到了没有 知道了 怎么样了呀 我妈说什么了 你是怎么说的呀 她相信了吗 不知道 你打了电话 你怎么会就不知道呢 这不重要 还有什么比这个重要的呀 我妈现在认为你是个骗子 薛珍珍 现在几点钟 十点十二 哪儿 废话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什么 你现在晚上十点都在我家 你们还应该知道 即使我是个骗子 该骗的都骗光了 这些东西我都回去了 我快来拉他这儿 我快来 你马上就不清白了 你肯告诉你吗 说明你终于信任我了 我什么时候不信过你啊 好 那搬过来住吧 今天 你到底现在 现在都是半夜了 先把人搬过来 来 风头 那你明天帮我搬家 记得退房租 这么借钱啊 但是你的房东就是我呀 是 什么 也许 大老板他一直都在等着这一天吧 等着我扫除所有的顾虑 终于放心大胆地向所有人宣布 我们在一起了 好 纯终于 这是我的电话 喂 纯终于怎么了 珊珊你在公司吗 在啊 那就好 你赶紧下来吧 我又及时找你 怎么了 月月 什么事这么着急 你还记得上次你的手术的时候吗 我在网络上联系了一个 稀有血型的互助群 群主是一个护士 刚刚他给我打来电话说 高架上发生了连环车祸案 有一对母女啊 情况特别的危机 她们就是熊猫血 但现在医院都没血了 我一想咱们俩不都是熊猫血吗 人命关天的大事 咱们赶紧去救救急吧 那还等什么呀 快走吧 走走走走 来 小心机快快点 赶快带她们去宴学 护士 护士 是不是有对母女急需献血呀 是 是 是 妈妈还等着做熊猫手术 你们先填一下表格 等下去验血 喂 是 喂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都跟我说一声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啊 我等等就回公司了 学晨晨 好好好 我以后再有大事 我会立刻跟你汇报 没有下一次 我现在就能没有下一次